前发生有一位疑似患有新冠肺炎的男乘客 在客机上猝死了 但是航空公司在第一时间认定 这名男乘客就是死于心脏病发 因此完全都没有换飞机 在飞机上179位旅客再往目的地洛杉矶 这让搭乘这班客机的乘客非常的不满 诺侯联合航空罔顾所有人的健康 这架联合航空编号591客机 从佛州奥兰多起飞 降落在加州洛杉矶机场 但其实飞行途中曾有男乘客出现身体不适 客机一度紧急降落在纽奥良机场 大批救护员员上机抢救 但最后男乘客依旧回天乏术 死因当下认定是心脏病发 不过有同机的其他乘客 却听见死者妻子这样说 有目击者描述 促适的男乘客上机时狂发抖又冒冷汗 怀疑联合航空根本没查清楚 就让染疫的男乘客登机 而且失发后也没更换飞机 179名乘客搭乘原机 再从纽奥良飞抵洛杉矶 虽然联航后续积极展开疫调 想亡羊补牢 但其他乘客人不满 怒批联航罔顾他人健康 不过整起事件也反映出 美国新冠疫情的严重 确诊人数超过1765万 死亡人数也突破31.6万人 而当前被认为是抗疫希望的疫苗 却有包含纽约 加州 华盛顿州等 14个州的州长 抱怨有配送不足的情况 疫苗神速行动小组的最高执行官 坦言是和各州州长电话简报时 沟通错误 才会发生疫苗数量短少的情况 目前已经承诺会改进 将各州疫苗量尽快补足 记者综合报导